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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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好 今天的論文門我們繼續要去匹庭徐永泰博士 在去年親自在中秋節的前後 親自去了一趟倫敦政經學院 特別是中秋節的當天 她是在倫敦政經學院的 Women's Library 的 Reading Room 就是婦女圖書館的閱覽室 親自的用一個牛津大學的博士的學養 她去仔細的推敲了一下蔡同學的這本論文 而且她告訴自己不要帶任何的偏見 用研究方法 用學術界的經驗 跟學術界的專業 來看看這本論文到底長的什麼樣子 到底是一本真的論文還是一本假的論文 所以她的報告在世界日報獨家 連載了三次 那麼在聯合報也轉載 我們在政經關不了當中也拿出來逐字的念 但是現在在網路上找不到了 因為世界新聞網他們把今年的七月份以前的把它收下來了 那麼為什麼收下來呢 因為內部作業的關係 好 那沒有關係 不管是內部作業的關係 或者是任何其他政治因素 我們都能夠體諒 但是我們能做的事情就是我們把它 在俠新聞當中連載 同時我們把它在我們的節目當中呢 再一次拿出來讓大家回味一下 另外今天我要提出多項證據 跟大家提醒 而且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我們的獨家 論文門已經成為了國家安全問題 怎麼說呢 今天我們要拿多項證據來看一看 論文門已經成為美國 日本勒索蔡同學 與取與求的籌碼 也就是說現在有一個人質 在美國 在日本的手 在美國跟中國的手中 這個人質就是蔡同學的論文門的詳細資料 那麼用這個來換什麼呢 已經到了於取與求的地步 所以我說這不是國安危機 那什麼才是國安危機呢 今天我們的節目當中 我們會真真實實 原原本本的跟大家來分析 好 我們首先呢 來看一看 先跟大家呢 先舉杯慶賀一下 就是我們秋鬥 終於有了一點點的回音 總比沒有好嘛 對不對 你看喔 我們的論文門 從 曹生青老師開第一槍 林環牆教授 劉仲義博士 徐永泰博士 親自到 倫敦政經學院 然後後來還有 賀德芬老師開記者會 到我們的節目中來 完整講述 蔡同學的證書是假的 然後開始我們一路追下去 發現論文是假的 因為論文根本就沒有 所以經過了三個月 逼出了蔡同學的 在英國端的 This is a book 然後再逼出了 在台灣國圖的那一本 偽論文 接下來呢 我們就發現說 這本偽論文裡面的 錯字連篇 在政大國關中心的 嚴正生教授 非常仔細的閱讀 又把這本論文 推向了另外一個階段 就是發現它有 444個錯字 而且不止 到後來呢 我們用機器人去抓 抓到了五百多個錯字 使得蔡同學 不得不得 開始要用其他方式來謊言 那麼唯一的一趟 這個記者會 在去年總統府記者會 開完之後到現在 經歷了一年 對於所有的挑戰 完全絕口不提 為什麼 因為她已經沒有辦法 來回應她所撒的謊 只好偷偷在網站上面篡改 把明明就是Boston 講成是倫敦 經過被我們踢爆之後 就把倫敦呢 改回了Boston 那明明呢 她指導了教授的學生 林環 東吳大學的教授 她是在1984年 就是民國83年的春天畢業 被我們踢爆說 她是1983年的8月1號 進到東吳大學任教 所以才可能指導出 1984年 隔年的二月份畢業 就是說你至少指導人家 差不多 至少要指導人家六個月嘛 半年 好 果然沒錯 就是1983年的8月1號 指導了半年 就是1984年的2月1號 春天 林環畢業了 林環口試了 論文口試了 所以她口試完了以後 立刻入伍 這她的字序上面寫的 當被我們發現了之後呢 林環在她的 這個東吳大學的學經歷上面 悄悄地把她的畢業年限 從1984年 改成了1985年 諸如此類 最早 是她在ProCast 2015年 偷渡了ProCast的條目 什麼叫條目呢 就是說 一本書 她的書名 還有她的作者名稱 這個叫做條目 或者是我們叫做題目之類的 被發現說 奇怪了 她的論文怎麼會有兩個作者 另外一個就是蔡同學夢到的那個導師 叫做Michael John Elliott 硬是把她的班導師 要把她變成 是她的論文指導老師 後來被我們抓包之後呢 悄悄地在ProCast上 又把她的另外一個作者 全世界沒有一本論文 是雙作者 她就把另外一位作者的名字 悄悄地下架 諸如此類的事情 不生美舉慶竹難書 但是我們的檢察官卻認為 證據不該被保全 因為證據都在那裡 好沒有關係 我們的地檢署要瞎挺蔡同學 那沒有關係 只會讓我們在三年多後 四年多後 多一個被告 如此而已 這樣的例子很多 當年特徵組 特徵組旁邊有兩個非常優秀的檢察官 一個叫做 一個叫做鄭 鄭申馳 另外一個叫楊榮忠 兩個有一個年輕的一點 一個年紀大一點是組長 他們都非常優秀 所以當年呢 摺於淫威或者想升官發財我不知道 所以跟著黃世民呢 做了一些違法的事情 當時沒有人敢動他 黃世民全清一時 最後 下台的時候 黃世民自己本身也被判刑 那鄭申馳呢 跟楊榮忠兩個都被 我們在檢察官評刑委員會當中評為 他們呢 有 有錯 有罪 那最後我們把他移送到這個監察院 其中 比較年輕的檢察官 就離開了檢察官去當律師 就離開了 自己就離開了這個法界 諸如此類的事情不升美舉 所以 工人員要記得 你們要扶贏法令 不要摺於長官的淫威 昨天我們提到的例子嘛 那個美國的總務署的署長 叫做Emily Murphy 你看看人家寫的那篇文章 寫的那一篇寫給Mr. Biden的信 鏗鏘有力 不偏不倚 他明白的說明了一個美國公務人員 他的心態 立場 而且他前後交代了 美國包括川普在內 川普政府在內 沒有一個人 directly or indirectly 的 想要去影響他 他說No 倒是很多的 這個網路上的人 去用各種方式 對他發動了各種各樣的威脅 好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說 今天在台灣的公務人員 不管你是國土也好 是教育部也好 是政大也好 是東吳也好 切記 包括法官在內也好 切記 不要淪為個別政客的打手 因為政客的生涯是五日經兆 當他下台的時候 你突然驚覺 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你已經成為同案的共犯跟被告 好 那麼 大家上台 大家上這個秋鬥上街 現在得到了初步的回應 所以我說 要常常埋鍋造飯 這個政府才會有所警惕 我指的買鍋造飯指的是 在當地紮營 經常性的抗議 這樣才會造成政府的警惕 我們來看看 在秋鬥之後 我們看到了 蔡同學回應了 而今天的行政院記者會 也針對這件事情去做了幾項 SOP的配套管理 我們一個一個看 因為這個事情 對我們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 我們先來看看 蔡同學怎麼回應 好 台灣民意基金會針對民眾 是否贊成開放瘦肉精 萊克多巴胺的 美國豬肉進口問題當中 有66.6%不贊成 就是三分之二不贊成 總統蔡英文認為 她終於說話了 她說 如果做單一議題的調查 結果確實如此 那什麼意思 難道 她其實這句話 透露了她的犯罪心態 你看 我們做議題當然是單一議題 怎麼可能有其他的議題放在一起 所以我說蔡同學不但 沒有辦法當總統 她的研究方法完全做不好 就是說 一個問卷的問題 絕對不能 double barrel question 任何一個學過統計的人都知道 好 比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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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贊成 核災地區的食品 以及萊克多巴胺豬肉進口台灣 這個題目要怎麼答 這題目有四種可能性 第一個 核災食品萊克多巴胺我通通不贊成 第二個 我覺得核災食品已經這麼久了 應該沒問題 我贊成核災食品進口 但萊克多巴胺不贊成 一個贊成一個不贊成 那我請問你 我這個問卷要怎麼答 第三個是我可能認為 核災食品千萬不要進來 那個很嚴重 萊克多巴胺還好 那請問你我要怎麼回答 第四個 我如果覺得 萊克多巴胺跟核災食品都不可以進口 那我可以回答 我可以答不 都可以進口 我可以答是 其中一個 我贊成 一個不贊成 這個題目就沒有辦法答 所以 所有的問卷調查 必須是單一議題 蔡同學 這樣你懂了嗎 這個我再一次證明 你沒有學過研究方法 如果你沒有學過研究方法 如果你沒有學過研究方法 你就不可能經歷過研究所 不管你念什麼科學都一樣 基本的研究方法一定要有 所以這再次證明 要不就是蔡同學 連康乃爾 連LSE的碩士都沒念 要不就是在上課在睡覺 要不就是康乃爾跟LSE的碩士的課程 不合格 那 蔡同學說 如果從單一議題來看 確實是 其實這一句話 表面上看是一個研究方法的問題 沒有 他其實心虛的透露一件事情 他在告訴我們 他被綁架了 真的 他被綁架 被什麼綁架呢 他被論文門綁架 不信的話 待會我們用仔細的邏輯 跟我們手上有的證據 來分析 蔡同學現在被美國 跟被中國綁架了 而綁架當中 最能夠影響她 七寸的地方 就是她的論文門 所以從今以後 英國跟台灣 美國跟台灣 中國跟台灣 將會在外交戰場上 跟經貿戰場上 與其與求 不信的話 沒有關係 你要認為我是鐵錘效應 腦袋裡面只有論文門 也沒有關係 也沒有關係 待會我會告訴你說 你看看蔡同學的整個佈局 為什麼蕭美琴 這個論文門 五個共犯當中的 這個要角 被拍到美國 為什麼 那個八竿子打不著 啥事沒有在德國 每天修不修腳踏車 修不修腳踏車 不修不修的那個 那個自稱是這個 更孝式的發明人的 謝志偉 跟她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是為什麼她 頻頻的在海外 扮演著一些議題 假新聞的發動者 從蔡同學的論文 蔡同學的學歷 一路 假新聞到底的 為什麼她這麼賣力 因為她也是 五個論文門的 當初當中的一個 還有 你看看 顧立雄 為什麼會去擔任 國安會的秘書長 國家安全會議的秘書長 在過去過往 不管是從蔣中正 已降到陳水扁 這個位子 你一定要跟軍方有淵源 你一定要跟情治單位有淵源 你一定要跟司法單位有淵源 你一定要跟相關的調查單位有淵源 反正她就是黨政軍特 這個問題是 顧立雄什麼都沒有 她只是一個司法界的律師 她在公部門沒有服務過 接下來呢 唯二的公部門 一個是黨產委員會 那個就是個鬥爭團體 稱不上是 一個具有調查能力的人 因為黨產會他們自己說過 他們沒有調查能力嘛 另外一個就是金管會 短暫的金管會 所以國家安全這個議題 怎麼會找一個律師出身的人 這是非常奇怪的事嘛 對不對 所以 她會把她的論文門呢 交給萬國法律事務所 這兩個事情一綁 你就知道她其實眼中的國安問題 只剩下一個 就是 她的論文要怎樣保障 不會背後 從她的這整個佈局 大家可以看到 那麼包括了陳其邁 要把她送到高雄去 某種程度呢 是要善後 也是要封口 再把身邊呢 最貼近 對貼近的愛將 劉建興 派到一個冷都不能再冷的衙門 叫做考試院 去當秘書長 所以你會知道 蔡同學 在她這一任當中 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湮滅所有跟論文門有關的證據 因此我說 論文門 已經變成了 美國 中國 英國 跟台灣交換利益的人質 這個事情絕對是國安問題 它的嚴重性超過你我的想像 這段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做法 請教學習 和藍財 做法 做法 的 我希望知道 如果能夠放在家 做法 深入眼裡 我看到真實 我想想拿去 因為我不會讓我 因為我相信 你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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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瑞扁有把柄在美国的手上 但他不妥协 不妥协的结果 大家看到了 那马英九呢 跟美国之间 可能这个探狗跳的比较好吧 我不知道 进退之间至少全身而退 那蔡同学呢 完全抵挡不住美国的压力 民进党不是 跟美方的战略利益是相同的吗 那按理说 双方合作起来应该会比较愉快 为什么被予取予求 被勒索呢 你看 我们买的战机 农园比人家贵 现在 所有人都可以抵挡的 这个莱克多巴胺 在民进党执政 在蔡同学的任内 溃了题 而且完全没有换到任何东西 狠狠的 减赛的碎配 原因何在呢 来 听听看蔡同学怎么说 她说 这个不是单一的议题 最后她又说了一句话 国家最大的利益是我们最重要的考量 照你这个意思 马英九就不顾国家利益咯 陈水扁就不顾国家利益咯 只有你顾国家利益咯 一个莱猪有什么国家利益可言 你告诉我一个莱猪有什么国家利益可言 我在美国国务院的一些朋友 辗转告诉我 说其实这个莱猪在整个美国 对台湾政策上根本排不进议题 他说你台湾多少人吗 你能消费多少美国的莱猪 想也知道 你随便F16的罗斯 总价就比这个贵 所以这是假议题 让美国的一些侯啊 来跟蔡同学呢 予取予求的勒索 你看 这个卫福部长阿扎也好 这些人不管 川普是不是继续私任四年 他们很快都下台了 就算川普新政府 也一定会换掉 因为阶段新政府完成了 那如果是拜登的话 那更不用讲了 共和党留下来的官员 他们不会用 那为什么一个阿扎到台湾来 没多久蔡同学就买单呢 你想想看嘛 今天美国的卫福部也好 美国国防部也好 要跟蔡同学谈判 我们先别的不讲 就拿一般正常稍微懂得谈判的人 你怎么谈判 对不对 一定是恩威病师嘛 一手萝卜一手棍子 派一个人来跟蔡同学 见面的时候先寒暄一下 这个蔡同学 你的论文们还好吗 哦加油加油 来我们谈谈美女的问题 美女的问题 来了 问题就解决了 对不对 一句话就让蔡同学说 excuse me I'm so sorry 我要去上厕所了 他会走到要打赛 所以今天任何一个人 包括中国 包括美国 包括英国 要来台湾跟台湾谈判 只要跟蔡同学第一句话就是 How about your thesis gate 哦 一句话 作为开场白的寒暄 所有的东西他都会买单 这是台湾的国安问题 我真的不骗你 你看蔡同学在第二任的布局 全部围绕着论文门的人 刘建新派到考试院 总统府副秘书长 每天去帮他当白手套的人 派去考试院干什么 国安会秘书长 派一个律师出身 官场经验 几乎趋近于零的顾立雄 那么同样的顾立雄的万国法律事务所 什么东西不好包揽 去包揽这个永远打不赢 而且完全没有任何事实基础的诉讼 论文门被他们包了 那这些律师你说陈一鸣什么 这些律师 他们一定很衰啊 私底下想说 我这个代理我这个关系人 我这个客户什么都不给我 叫我去帮他打论文门的官司 证书也没有论文也没有 老师也没有口试也没有 时间也没有地点也没有 统统都没有 你要我帮他打诉讼的官司 稍微有一点良心的事务所 稍微有一点良心的律师 是不会接这种案子的 你根本就被蒙着眼睛 然后要你瞎为你的客户去辩护 真的我再讲一遍 稍微有一点良知的律师 或者律师事务所 是不可能接这种案子的 相对照的张静跟李正华律师 你去看他们这一生走过来的路 都在打击特权 都在挖掘不公不义 所以可以用很少的律师费用 就愿意扛下这一个诉讼 你看就对国家机器 他们有什么好处 好 我们来看看 蔡同学说 国家最大的利益 是我们最重要的考量 来了 OK 好 那么什么叫做国家最大利益 是我们最重要的考量呢 这句话耐人寻味 好 因为美珠的事件 现在往后掀起了滔滔巨浪 掀起了这个千尺巨浪 包括什么呢 有两个人被逗了 一个叫高家瑜 一个叫王世坚 好 那么王世坚一向是民进党 党内的一个勇于直言的人 为什么民进党拿他没办法 他在民进党的辈分 远超过你们现在看到台面上 所有的政治人物 他们家呢 包括他自己在内 他自己是民进党的大金主 所以民进党 他在还没有出到江湖之前 就是民进党的金主 所以你民进党的这些 小猴啊 你要跟他谈什么 好 他曾经呢 杠上了这个陈时中 而且多次怒轰苏贞昌说 阿爸跟能力不成正比 民间恶感度最高 直接挑战苏贞昌 而且呢 他呢遭到了同党的 才刚刚今年二月份才入党的民进党的桃源市议员王浩宇说 替中共挑拨总统跟院长的关心 我听到这个我就说 哎民进党啊 你们要搞一些猴啊 搞一些这种绿卫兵 你也弄点程度高一点的吧 王世坚 你要说他替中共做事 你不笑死人了 挑拨总统跟院长 总统跟院长素来不合 这没有人不知道 苏贞昌跟蔡英文是几乎 在这之前是老死不想往来 你看蔡英文在党内有什么朋友 就像洪耀福这种每天半夜 听他诉苦他跟张强慧的故事的这些人 他还有什么朋友 你看他跑去跟阿扁说 游锡坤当院长我就不干了 这样的人在民进党内会有朋友吗 他跟苏贞昌两个人 曾经为了选举 吓得是老会老弟呢 对不对 大家都还记得嘛 所以谁在挑拨 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一个叫做民众党党党员何景荣 告发王世坚反战斗法 你想上版面也不是这样搞法的 民众党你是擦什么花呀 王世坚在帮你讲话呀 好我们再来看看 王世坚先前还痛批陈时中说 上小巨蛋跟歌后张亚文 装可爱捞过戒 骂得真好啊 那真的 你陈时中你把台湾的防疫 放在这个上帝的手中 然后呢 零作为 你要把全民的健康拿来赌 然后搞了一个 说我们拿到疫苗 什么三千万剂 就告诉你 十米妈咸拍子也没有搞成功 那找了这个庄人祥 找了林权出来 当黑脸 黑脸弄完以后 自己跑出来开记者会 说哎呦没有问题 我们买两千万剂 因为一千万剂都在口袋里 你把台湾人民当傻子在耍啊 你真是 你这个座位 我真的不知道要跟什么讲你 这层次真的太低了啦 搞政治搞成这样 你把他当成八点党霹雳火是吧 好 再来 今天呢 行政院院会终于讲了几个SOP 什么源头管理啊什么 哎 这个东西人家一个礼拜前 柯文哲到行政院院会 是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四项建议 强制标示 公布源头管理 边境管理流程 进口莱际残容量 应比照Codex的要求 落实追溯追踪管理 增列莱际猪肉的特定号列 人家至少是学医学出身的 稍微有点公共卫生的背景 就跟你讲这么清楚了 结果一走出来 被那个丁移民 那丁移民下台了 但不晓得有没有移民 反正就打脸 说什么 你们那个牛肉面的冠军也是来牛 我首先先讲 就算他是来牛好了 你这种行为恶不恶劣啊 人家给你建议 结果你告诉别人说 你闯红灯 结果你告诉别人说 你看那个旁边那个也闯红灯 所以呢 这样合理化你闯红灯吗 而且你要晓得 地方政府也是你行政院的幕僚 地方政府首长是你行政院幕僚 虽然不同党 但是都是为行政院在做事 都为国家在做事 结果人家给你建议 你这样子对付人家 后来弄得摸面倒灰 牛肉面店变成了豆花店 现在行政院出来说明 几点配套措施 你不是学人家的吗 你抄人家抄得一模一样 所以我说这个政府 没有能力也就算了 不能没品格 不能没品 好我们来看这节新闻 最近两个老朋友 一个是高嘉瑜 一个是王世坚 纷纷遭到了秋后算账 这一天当然会到来 民进党内斗内行 对付党内同志 是毫不手软 来我们来看看 其实高嘉瑜跟王世坚 是民进党党内从政同志之间 少有的几个非常有个词的人 我就讲一件事情 我亲身经历 我的节目去年4月22号 被蔡同学联合了 陈菊 王明玉 胡婉玲 一手遮天 当天4月22号 因为我开呛 当天我的脸书呛 我瞧不起陈菊 蔡英文 你们在党内初选作弊 还夸夸而谈什么伦理 我说你们连做人的伦理都不配 跟我谈什么新闻伦理 结果当天 我的节目下午就被拦腰斩断 到了晚上播出的时候 只播出一小时 我们录了两个小时 好 那么这事情发生之后 民进党的所有公职人员 看到我们 刚才看到鬼的 我们含着眼泪 带着微笑 七天后 政经关不了 5月1号 堂堂在网络登场 那个时候 我们要邀一些民进党党内的 一些从政的人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比登天还困难 只有两个人 随传随到 任何时间都配合我们 一个就是王世间 一个就是高嘉瑜 而且他们两个来我们的节目录影 完全不拿车马费 因为他知道我们 从无开始 从零开始 完全全力挺我们 相较以前我们在 民进党的很多朋友 还包括时代力量 包括黄国昌 徐永明还来过我们的节目 包括连简讯都不敢接 不敢回的黄国昌 这些人真的是 太有情有义了 所以你看这样的人 你就知道 像高嘉瑜 王世间 因为他有情有义 讲真话 所以他一定在民进党内会被整 因为民进党内 容不下这种 有情有义的人 Size yourself Booksense I know we'll find a way to make it right 都被人贴借借了 We'll find a way to make it right So I believe in you I know we'll find a way to make it right Cause I believe in you I know we'll find a way to make it right Cause I believe in you I know we'll find a way to make it right Yes, I believe in you I know your impulse is to go alone Chasing after a better view Together we will take this open road Cause I believe in you Pack up your things because it's time to go We'll take this highway to the end Each morning I'll wake up and love the way That I believe in you Oh Oh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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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 believe in you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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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他們怎麼被整 高家瑜 他因為名下財產被公開檢視 好 再來高家瑜認為他打房得罪太多人 還透露他質詢萊克多巴胺的萊豬之後 就被民進黨當成是異類 同黨的議員王世堅因為多次批判 行政院長蘇貞昌 那麼引發黨內同志的批評 王世堅他透過節目怒嗆 說要罵來罵 不要派一些太監來 侮辱我們這些民主老輩 真的 我跟你講 我們來看看 這番話引起了 就說這個 自從什麼三倍券啊 萊豬啊這些東西 王世堅多次飆罵蘇貞昌 結果引來了今年二月份才入黨的王浩宇 指王世堅說是在幫中共挑撥 蔡英文跟蘇貞昌的關係 我跟你講喔 以蔡英文跟蘇貞昌現在施政的狀況 可能中共根本不需要挑撥 很會希望他們繼續做下去 希望他們繼續凹下去 這樣才有助於顛覆台灣的政權 所以根本不需要代理人 所以王浩宇你真的想多了 那王世堅就反擊說 那太監講的話你要聽嗎 我不知道是長得像還是 那個巴著皇上的性格像 這個我 我無從評論起 好 他說他在政壇打滾多年 是什麼樣的人大家都清楚 王浩宇把他跟中共扯在一起 實在太侮辱人 不用侮辱 我倒懷疑喔 王浩宇你到底是跟 跟中共有沒有什麼關係 那你為什麼要把民進黨搞得這麼不堪呢 對不對 你跳出來之後 讓人家覺得民進黨非常的廉價 那我剛剛講過嘛 王世堅是民進黨的他多重身份 他沒有入政壇之前 他是民進黨的金主 他入了政壇之後呢 他是民進黨內 幾乎是唯一一個敢講實話的人 以前為了環保議題 實安議題還有一個林淑芬會站出來講實話 現在林淑芬不講話了 只剩下高嘉瑜跟王世堅 這兩個人坦白講都是實力派的 這兩個人很早在示議員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兩個人擺在示議會埋沒了 現在一個在立法院一個還在示議會 所以大家都在拱 說很多綠營的朋友都在說 王世堅應該出來選台北市長 我相信他可以拿到很多跨藍綠的票 我是說真的 王世堅跟我有很多重的關係 他除了是力挺我們的 也贊助我們 也力挺我們 當我們被封殺 明顯的得罪了當道的時候 沒有人敢靠近我們的時候 他第一個來上我們節目 而且告訴我說文正 需要我幫忙我隨傳隨到 然後我們的微博的車馬費 當場退還還加碼贊助我們 他就是這樣一個有情有義的人 而且我覺得他真的是可以跨越藍綠 我說真的 我舉個例子來講 你知道我去年我節目關掉沒有多久 剛好是我的兒子的小學畢業 他們自己好朋友辦了一個音樂會 我兒子拉小提琴 我女兒拉小提跟中提 所以我們就辦了一個音樂會 那我兒子是台北市復興小學的學生 那我是他的大學長 我是找他幾屆啦 我是復興小學第十六屆 中學第六屆畢業的學長 那我們就辦了一個音樂會 那因為我們已經變街頭藝人了嘛 沒有錢請大咖 只好我跟金玉兩個人來主持這場音樂會 那我就把這個音樂會的票 分送給我很多親戚朋友跟好的朋友 所以我給了很多常年挺我們的人 包括王世堅議員啊 楊時秋議員啊 有幾個民意代表 基本上這幾個都是我的朋友 我不去沾那些我不熟的人 我一點都不想蹭 那因為這些人是在我離開了民視 外界看來我很落魄 其實我很開心 然後魏意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天國是他們的 我離開民視之後 少有的幾個政壇的人 還願意跟我們走在 還願意跟我們名字放在一起的人 就王世堅你知道到了我們台北 是私立復興小學的 的這個弦樂團的 我們有一個小的團體 四重奏五重奏的公演 那現場包括了復興的董事長 就是現在立委李德維的媽媽 還有很多其他的家長去請來的貴賓 各位你知道復興小學 復興這個學校 很多優秀的學長 包括了連勝文 包括了蔣萬安 包括了李慶安 有一個特色啦 因為這是早期這種學校是貴族學校 所以全校幾乎都是外省人 像我跟王世堅這種本省人 我客家人是很少很少的 而且幾乎都是非貴即富 那王世堅家事不錯 那其他人都是非富即貴 像我們家這種那種住在鐵皮屋 父親省著吃檢用 然後不斷的去幫學生補習 弄到胃痛去賺錢 供我去私立學校念書的這種很窮的家庭 全校沒有幾戶啦 那我們這個 因為是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 復設的私立復興小學 所以復興從以前到現在 典型的非常深藍的一個學校 到現在雙十國慶學校還是會 叫學生上街拿國旗去唱 我愛中華 我愛中華 OK 那沒有關係嘛 藍綠 我一直說藍綠是選擇嘛 對不對可以有立場沒有不能沒是非 藍綠是選擇 我覺得這都尊重 因為每一個人的出身背景不一樣 有人 有人覺得中華民國聽起來很刺眼 刺耳 有人覺得沒有講中華民國 晚上晚點名沒有唱我愛中華睡不著覺 那彼此尊重就好啊 你唱你的我唱我的 這就是民主政治 好了我提外話 結果你看在一個這麼藍的 藍油油的音樂會當中 你知道嗎 最後擅長的時候 我現場介紹了一些 就是我現場的來賓嘛 包括了很多其他的貴賓 是我們其他的家長要來的 那我就介紹了我要來的幾位貴賓 包括了那天有來的 有楊石秋 有吳李培 有王世堅 有幾個好朋友 結果你知道所有全場的來賓當中掌聲最熱烈 而且響徹雲霄的 各位猜的是誰 王世堅 真的沒騙你 你知道這小朋友開心到不行 下了這個音樂會結束之後 多少人找他照相 沒人找我照沒有人找那個拉琴的主角照 全部湧上去找王世堅 還有家長還有小朋友 排隊找他照相 不是說王世堅大高 真男人 他說話說到做到 而且絕不小人 人前人後一個樣子 好來 我突然覺得我覺得王世堅出來選台北市長 至少比這個Gay Sen的柯文哲 當然他不選了 好多了 那蔣萬安跟他有的拼 兩個都是復興的 一個學長 一個學弟 對不對 兩個完全不一樣的路線 我覺得這樣也蠻好的 大家覺得王世堅出來選台北市長 大家說好嗎好 大家覺得這個點子不錯的請加一 王世堅選下任台北市長 覺得不錯的加一 覺得你別鬧啊 回去睡啊 加二 我們來看看宇宙政經學院 因為宇宙政經學院是現在網路上 YouTube節目當中 政論節目當中 少有的一個 藍綠支持者都可以看的節目 真的這不容易喔 我覺得台灣的政論節目不要弄到敬畏分明 藍的看藍的 綠的看綠的 我覺得這樣的平行世界永遠沒有交集 就是 但是光譜的兩段歌在想什麼 沒有交集 我覺得這對台灣民主政治 大家應該說是理性討論沒有幫助 真正的公正的政論節目 不是藍說藍的 綠說綠的 或者是找一個主持人沒有立場 在那邊 那你說呢 你說呢 不是 而是主持人對於每個議題都有立場 但是立場跟藍綠無關 這主持人有主持人的信仰 節目有節目的精神跟宗旨 那拋出來也不怕你得罪你 你不喜歡我的言論 比方說我支持川普 很多人支持拜登 就不爽我 其實大可不必如此 我一定會告訴你我為什麼支持川普 因為我欣賞美國南方保守基督徒的 清教徒的精神 我認為這是讓美國強大兩百年的根基 至於拜登跟川普這兩個各有優缺點 這個川普金阿把 這個個性我也不是很喜歡 但是整個總體來講 我還是希望共和黨的精神能夠領導美國 所以我在公共議題上我從不閃躲 得罪我們的同學我也在所不辭 請你們見諒 因為我不想做一個沒有立場 很假的人 因為 人可以有立場不能沒是非 慢慢的你對我的想法能夠接受就接受 不能接受請多包容 下一次換個議題的時候 你又開始欣賞我的立場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們剛剛可以看到王世堅 2024年要選台北市長 機會很大 真的機會很大 好了這是我的題外話 然後看很多人留意嘛 好 現在他說 王世堅說很多人拱他 也拱高嘉瑜出來 高嘉瑜喔 我們兩個只有一個地方 不是很看法很一致 他是挺柯文哲的 在姚文志的選舉當中 他是那個落跑的 沒有支持姚文志的 被我們酸過 不過也無所謂 我覺得 他是個有情有義的人 這個是毫無疑問的 那 支持誰 不支持誰 這個東西 我覺得沒有人告訴你說 身為民進黨黨員 就一定要包裹表決 喊衝就衝 喊殺就殺 是非不分 不管任何政黨 我都覺得不能這樣子 所以你叫我去從政 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我變成一個政黨 或者變成一群人綁架的對象 叫你說 這個 舉手你就要舉手 這個你要 上去打就要上去打 這我沒辦法接受 我不能認同的事情 我沒辦法舉手 我沒有什麼公平正義的基礎 我不能喊殺喊打 好 那 來我們來看看王世堅 王世堅 有很多人拱他出來選2024 他怎麼說呢 他說他對政治完全沒有企圖心 天啊 那怎麼辦呢 他從政這麼久 他對政治沒有企圖心 他說參與政治完全是因為 過去家族受到政治迫害 他想要為過去的歷史 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聽了其實滿心酸的喔 他們家是228的受難者 所以他呢 他是化學系畢業的喔 我記得他是 他是 對他化學系畢業 好像是大同工學化學系畢業 OK 反正他是唸理工出身 後來 因為 經商 他因為家族的 他要為家族平反 所以他站出來從政 我們都會以為說他很有政治企圖心 其實他說他對政治沒有企圖心 當大家拱他2024的時候 他說他只想為家族受害的歷史 在歷史上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好 進入廣告之後 我們來看看 徐永泰博士的倫敦匹胖劑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為什麼現在的網路上已經找不到了 進段廣告 馬上回來 所以我相信 因為 因為 我們很好 在這間 說明 我相信 在二十二 要安裝 讓你 我們現在 因為 我相信 對 我相信 在二十二 在二十二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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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 believe in you I know your impulse is to go alone Chasing after a better view Together we will take this open road Cuz I believe in you Pack up your things because it's time to go We'll take this highway in the end Each morning I'll wake up and love the way That I believe in y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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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I believe in y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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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正经关不了 关不了正经 好 最近好久没看到Pico 我的Pico已经长成一个少年狼了 帅啊 我跟你讲 刚来的时候是一只小小可爱的小狗 现在呢 它是7月9号生日 所以它现在是4个月 又15天 一个大帅哥啊 然后它胸前那个十字架 一直都在 而且清清楚楚一只黑狗 毛色油亮 胸前一个白色的十字架 那这狗呢 我是没有给它去鉴定 可是我去网路上看到 跟这个台湾土狗的特征完全一样 就是那个三角耳 然后鲁蛋塞 然后狗弓腰 镰刀尾 还有呢 刚开始我说奇怪 它的那个舌头上面 怎么没有这个台湾犬说的这个黑斑 没有黑点 怎么好像不太像 不过我其实也不在乎 我也不要它去鉴定 什么台湾犬 不要拿去冠军 也不要想把它训练成什么 什么会跳火圈 我觉得没有必要 它就是一只可爱的小狗 它生来就是要给我们爱 给我们疼的 因为它 我们不养它 它怎么办 对不对 它又不会叫Uber Eats 它每天就是 唯一的乐趣就是 唯一的盼望 就是巴望主人回来 拍拍它 抱抱它 对不对 那你说我们能够 能够不爱这只狗吗 能够推卸责任吗 结果 最近我才发现说 原来 它的舌头上的黑斑 长在舌头的背面 真的有黑斑喔 所以这只狗应该是一个 非常纯的一只台湾犬 因为它妈妈的照片我看过 它妈妈长得真美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非常熊啾啾气昂的一个 一个女神级的 诶 听到她在讲话了 讲到妈妈 她就回应了 好 她来到我们家呢 一个月整 今天快满一个月 闹了一个大笑话 这段是 这我们不是虐狗喔 先跟大家讲 分享下面一段影片 让大家开心一样 是 她自己一个人在玩一玩玩 那 她不要去哪里 她可能爬上桌子去拔 她很聪明 她超聪明 她爬上桌子 把 已经吃完了 里面还有一点穴穴的狗食物的那个袋子 她把头钻进去 去舔那个狗食里面的那个味道 结果她没想到 她把头钻进了那个袋子之后 爬不出来 因为她没有手 所以那整个罩子呢 就罩在她的头上 还好那罩子是咖啡色的 不是绿色的 没有绿顶的问题 然后 我女儿因为在外面念书 她也没有 也没有注意到 因为pico在跑 在玩来玩去 然后呢 她就 后来听到奇怪 怎么搞的 有那个袋子刷刷刷的声音 她探头看了一下 发生了以下的状况 P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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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位置爱 哈哈哈哈哈哈 快 我们好坏喔 我一直笑她 做法 他一直撞到墙 i 小心 你小心 大哪 装她卡 白妖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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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妖怪! 我們笑妳,怎麼辦?我們笑妳! 我們笑妳! 我們笑妳! 我們在笑妳生氣啊對不對! 生氣對不對! 妳生氣! 但是我剛聽到那個袋子的聲音,原來她已經卡很久! 她們也聽到,這麼難叫起來,妳到底在幹嘛? 你爽白癡 你爽白癡啊 你這麼這麼可愛啊 你生氣 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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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他後來氣得要命 他氣死了 他把那個袋子 他咬咬咬咬咬破了 而且你發現他很聰明 他不是亂咬 他把袋子的另外一頭 給咬破了 意思就是說 讓這個袋子的兩頭都可以 透空 對不對 他本來是腦袋進去以後 被套在裡面 他現在把袋子的 封起來的那一頭把它咬爛 於是讓這個袋子 變成兩邊可以穿透的 哈哈哈哈 實在太有趣 好了 他是我們的吉祥物 真的 我真的覺得 他是我們實現公平正義的吉祥物 最近我正在想 說 我們要去英國倫敦 開始展開真正的司法動作 要花很多很多的錢 我在想 我想要開始來做一波的義賣 那 我們團隊正在思考 因為 想要回饋大家一下 那 用義賣的方式 於是我們現在腦袋裡面有一些想法 大家提供一下意見 就是說 我們來出T-shirt 那 有幾個可能性 因為現在開始進入冬天 所以我們要做長袖的 有帽子的那種帽T 那個英文叫 Hoodie 那種帽T 就是有帽子的T-shirt 長袖的 那我們用義賣的方式 比方說最低價一件一千塊這樣子 那 看各位你想要用多少錢來買 作為形式上贊助 政經宇宙學院到英國跨海訴訟的費用 大家覺得來義賣帽T這個點子好不好 覺得好 覺得好 而且你贊成 甚至你會支持的請加一 就是我們來義賣 我們的帽子帽T 這個T-shirt 長袖的 以一件一千塊吧 但是我們會去挑最好的料子 就我希望你 只要是宇宙政經學院 自己做的東西 不管我們的言論 我們的立場 我們的產品 都是嚴選最好的東西 大家覺得 透過義賣的方式 來籌措我們英國跨海訴訟的費用 你們覺得這個點子很好 我們做帽T 你會支持 而且你贊同這樣的理念的 請加一好嗎 如果很少的話 就算了 我就去賣蔥油餅 如果加一的人很多 我們就來考慮把它付諸實現 好嗎 我還想把Pico可愛的樣子 那個帶著十字架可愛的一隻黑狗 放在我們的衣服上面 作為一個吉祥物 大家覺得這個點子不錯的 請加一 OK 好 謝謝大家 大家繼續留言 那不贊成的 要打槍我們的 叫我們不要再演了 加二 沒關係 我可以承受 什麼樣的打擊我都承受過了 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再來 好 我們繼續 大家繼續留言加一或者是加二 我們來看看這個 到底雲端放著許永泰博士的 蔡英文總統論文獨厚感 上中下 到底是哪裡 敏感 為什麼在雲端被下架找不到了 今天我們再把這一個文件拿出來 因為你下架 我們就把它公告三遍 這是我們宇宙政經學院一向的性格 跟我們的堅持公益的態度 這一篇蔡英文論文獨厚感的第二段 就是中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 到底哪裡敏感 大家來想一想 為什麼會被下架 好 他說 根據LSE圖書館的嚴格規定 我不能引用跟轉述內容 所以我僅能做的是論文的刑事報告如下 這個問題現在沒有了 因為蔡同學又加了修改之後放在國圖 國圖的電子檔跟現在呢 在這個英國的Procast 跟在英國的相關的圖書書目當中 你可以找得到電子檔 其實我們一直在判斷一件事情 現在在英國就是去年9月28號 6月28號 2019年6月28號 放進英國的Women's Library的這個紙本的內容 跟你現在看到在國圖的電子檔 是不一樣的內容 真的是不一樣 為什麼 缺業補齊了 鬧得大笑話把它改過來了 還加了一些有的沒的 總之 他不斷的在篡改當中 黃偉檢察官 證據一直在流失 我們三次五次的要保全證據 你通通用一些完全沒有到底的理由 把我們駁回 這一段 我會寫在我們的論文門的中英文書裡面 你會在歷史流明 而且等蔡同學下台之後 我們會告發你 我們也會提自訴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看看 徐永泰博士說 這是一本黑色外觀全新燙晶體的論文 論文題目是 Un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作者是英文蔡 上面寫的是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PhD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of University of London 這本時間是1983 到這裡為止 偽造文書罪已經確立 在英國也確立 在台灣也確立 英國的Women's Library 會不會成為偽造文書的被告 英國的律師沒有把握 但是他說可以告看看 好 我們再來看看 這本書很特別 1983年 但是沒有標示月份 這是不尋常的 每一個人的論文都會標月份 這個月份是什麼時候 是你的畢業年份 就像我的博士論文 跟我的畢業證書 1995年5月 什麼意思呢 是黃道吉日嗎 不是 是我1995年5月份 從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畢業 最壓的日期是畢業日期 蔡同學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你會露線 為什麼露線 因為是假的 好 我們再來看看 他有個圖書編號 是F10034 論文編號是BLPS2112643479 外面呢 是黑色燙金 整個是全新的 我們就要問英國倫敦大學 為什麼蔡同學的論文編號 跟你所有的同學都不一樣 請解釋一下 這是什麼原因 好 這是徐永泰博士 在他去看了這本論文的外觀之後 所寫下來的 蔡英文總統論文讀後感的中 他的小標題是 為何外殼燙金內頁 向傳真指 不懂 為何 外殼 外殼是燙金內頁 卻向傳真指 他打了一個註解 叫不懂 我們再來看看 這個調查報告的第二段 他說LSE的網站上的備註 這份論文是蔡英文提供的個人拷貝 在2019年的6月份建檔 論文的首頁跟其他的頁數中 沒有任何的考官 就是examiner的簽字 或者簽收日期 為什麼LSE可以讓一篇論文 他交代表文 他說整本論文分為三大部分 3 parts 那三大部分呢 第一部分 Part 1 有三張 Chapter 1 to 3 Page 1到60頁 第二部分是 Part 2 分為五張 Chapter 1 to 3 for 5 Page 61 to 208 第三部分 Part 3 有兩張 Chapter 1 to 2 Page 299 to 365 他把這整個的 Format 大致上說了一遍 再來 他說感謝頁 Acknowledgement 一頁 論文大綱 Abstract 兩頁 論文介紹 Introduction 有十八頁 最後參考書目或者引用資料來源 叫做 Bibliography 整本論文的章節中 沒有看到使用 Bibliography 通常在論文的最後 要列出所謂的 Bibliography 但是他沒有 那麼他的資料來源有十頁 全部的頁數是391頁 而實際上要比391頁多出10頁 怪了 這個論文呢 一共有401頁 但是他卻只標示了391頁 大家可能會覺得沒什麼 有沒有關係啊 錯了 為什麼他的同學 Jose Monila Vega 的論文方面要加著防偽線 來 各位看看 這他的同學的論文上面有防偽線 為什麼要加防偽線 因為論文其實是某一種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書 他不能夠任意的增加 也不能夠任意的抽換 所以要增加防偽線 我們蔡同學401頁當中只有391頁標頁嘛 那有人抽換怎麼辦呢 那這樣子還能夠成為一個法律上的文件嗎 這個完全是不合道理的 好 就光從蔡同學的這本論文怎麼進管 管內的MetaData怎麼去收錄它 就足以讓蔡同學在英國倫敦的法庭敗訴 毫無疑問 我們律師團有非常大的把握 好 接下來呢 來 我們來看看這本 This is a note 又鬧了什麼笑話 來 第一個呢 是 在168頁的倒數第七行 左邊第三個字 這個字實在是 出現了一個怪字叫做S-U-R-R-E-Y 叫Survey Survey 是什麼 沒有這個字 抱歉 原來它是Survey Survey呢 是問卷調查 調查的意思 這麼簡單的單字 S-U-R-V-E-Y Survey 它竟然會拼成Survey 來 Survey S-U-R-V-E-Y 每日一詞 這個字什麼意思呢 And examination of opinions, behaviors, etc. Made by asking people questions 就是問卷調查 叫Survey 好 它的這個調查呢 這個 Dictionary 的造句是 A recent survey showed that 58% of people did not know where their heart is 他說最近有個調查 說58%的人不知道心臟在左邊還右邊 Survey 就這個意思 調查 好 蔡同學連 Survey 這個字 S-U-R-V-E-Y 研究方法中 很重要的一個單字 你也會寫錯 這怎麼可能是博士論文呢 好 又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刻 有一段經文在鼓勵著我們 要做一個正直的人 要做一個righteous person 要做一個藝人 這句話在詩篇的97的11節 亮光照耀正義的人 歡欣屬於心地正直的人 也有河河本翻譯成為散佈亮光 是為藝人 預備喜樂是為正直人 所以讓我們繼續努力 一起為這個黑暗的世界 散佈亮光 為這個世界預備喜樂 要常常喜樂 不住禱告 凡事謝恩 祝大家平安喜樂 明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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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